2021年3月起 中国以简易为由禁止台湾凤梨进口 如今又是凤梨大出的盛产期 台湾人狂吃凤梨的爱国情怀胜多少 我们台湾的凤梨是非常的好吃 人家最喜欢吃 去年是差不多15、16块 今年也是一样 那你有买凤梨吗 凤梨还没 对对对 因为我要拿一拜一拜 凤梨没有很好拜 那今年Vorager说 因为已经过了一年了 然后有点忘记这种感觉 应该如果新闻再吵一下 应该就OK啦 去年日本人以暴达台湾311地震 援助为由大力相挺 但甜蜜赏味期限能延续多久 连安倍都刻意放了台湾凤梨 写台湾加油这样 讲白就是台湾被欺负 所以朋友就要站出来相挺 其实日本曾经是台湾凤梨外销主力 直到2011年情势出现扭转 销往中国的生鲜凤梨 不只追过日本 还翻倍成长 2019年创下高峰有5万吨 2020年也有4万吨 占总出口量高达9成1 水果散发出浓浓的正志味 要从2005年历史性的这一刻说起 2005年是阿扁进入第二任职 那国民党一直想拿回正确 那中国大陆某个程度上 要在外围助攻 当时国民党主席联战前往北京 见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然后所谓的国共破冰签署了一个 5点新闻公报 当中第三点就提到所谓的解决 他爱弄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问题 中共祭出农业让利手段 包含15项水果零关税 滞销时政策紧急采购 被解读是水果统战 到了2012年 菲律宾因黄岩岛南海主权争议 凤梨遭中国暂缓进口 更使得台湾农民贸易商获得市场优势 但是赚快钱要面对价格起伏 风险也大 市场机制就这样 你价格一直上去 产地的供应量就是会一直供应 不够的时候可能一些农户 可能会采得比较绿一点 那当然这些量加上承受度比较不足 到这个市场之后 反馈回来的时候量就下去了 所以中国大陆以前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大 那日本的市场价格波动比较稳 陈毅言获神农奖表扬没多久 中国就对台湾凤梨开出禁令第一枪 幸好从祖父辈就开始建立的日本通路梅段 在嘉义民雄的这片鳳梨田 一年仍可供货约一千顿销往日本 当初做日本的时候 他要求我们做很多的规格 很多的行政作业 那当日本人他会来产地 一定会来产地看 看你的植株啊 他跟你讨论啊 那都是会前一年就排计划 明年的几月要开始销售量要多少 做生意比较龟毛的日本人 在美国主导印太战略抗中背景下 出手相挺 接单台湾凤梨的规模 从一两千吨一口气增加到一万七千八百五十吨 这是古生果 水分含量比较少 比较清脆的声音 然后这个是肉生果 水分含量高 就是比较沉的声音 可是水分含量高的金钻凤梨 最佳保鲜期仅七天 自有凤梨陆续在新加坡 日本传出黑心灾情 这两年啦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每一个港口都卡关嘛 船班比较乱 那会延期 那有时候都要到十几天 才能把那个货轨清出来 因为船起延场了 那你在储藏温度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很容易就会因为你储藏的温度太低 然后到日本市场之后 你把它打开或切开以后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那个黑心 有寒害这样的一个症状 加上最大竞争对手菲律宾 在日本早已坐稳大片江山 台湾该怎么及其直追 那菲律宾那个主要品种是MD2 MD2这个品种它是可以 比较耐低温的 里面到7度8度9度10度是没关系 那冷链我们建议温度是13度 正负2度 包装完以后 我们就希望它能够进入 那个航空去做预能 我去精准地算出它的甜度熟度 甚至于我可以判断 它的果肉有没有出现变化 如果用比较行业内的说法 就是一个标准化的 凤梨彩后包装厂要如何被建立 那我会现在的层次 还是思考在冷链两个字 比起凤梨更看中国市场脸色的 凤梨世家 外销至中国比例也达9成5 年务更高达9成6 两者也接连被中国打入黑名单 水果的东西有个特径 它有个季节性 放一时间久了 过一个礼拜里 两个礼拜它就烂在田里面了 可是外销很重要 外销它可以调节国内的平衡 稳定的作用 如果没有外销了 当然我们台湾的价格会高很高 可是低的时候也很低 澳洲也曾高度仰赖中国市场 近年随着南海争议 澳洲身为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的一环 两国关系恶化 澳洲牛 龙虾 大麦 葡萄酒 也都遭受中国抵制进口 承受崩价压力的往往是农民 当然龙虾高单价 松果可能是最大市场 那反正听说那个时候 澳洲的龙虾就很便宜 本来澳洲人不太吃龙虾 现在就便宜把它吃掉 澳洲另寻出路 今年和印度相互同意减免 8成5以上的商品关税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水果贸易战还看不到停火曙光 如何分散风险 拓展外销途径 加强产品竞争力 协助农民做好品质管理与保鲜输送 必定是首要前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